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抗疫心靈加油站的特輯 我是李劉詠盈 在抗疫期間,除了我們注意個人衛生和日常的生活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很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我們的情緒和心理的健康 其實很多研究顯示 要對抗病情保持一個平靜的心境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在這一輯裡面,我會介紹大家做一系列靜觀的練習 這些練習都簡單的 但是只要我們每天都要恆心去做 就會令自己保持心境平靜和身體健康 首先邀請大家找一張椅子坐在這裡 感覺一下自己整個身體踩到的感覺 你可以選擇躲起雙眼或者垂下雙眼做這幾個動作都可以 現在融讓整個身體安靜下來 感覺到兩隻腳板碰著地板的感覺 雙手很自在地放在大腿上面 感覺到手心碰著大腿的感覺 好,然後我們準備做第一個動作 裝兩隻手很自在地放在身體兩旁 然後慢慢在身旁提高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如果當你去到這個地方 你覺得要停下來就停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可以的話 繼續把兩隻手遞高 直至手指指向天花板 然後向上伸展 躲起雙眼感受一下 現在整個身體 由手指一路落到手臂 兩個肩膀 和整個上身 現在伸展的感覺 好,稍微停頓 然後慢慢可以將雙手放下下來 直至放在身體兩旁 又躲起雙眼靜止一陣 感受一下現在身體放鬆下來的感覺 然後邀請大家做另一組動作 請你將左手踏起右邊腳的膝蓋 然後將右手慢慢提高 直至指向天花板 可以的話 今次將整個人彎向左邊 不需要彎得太低 你覺得要停的時候 停下來 感受一下現在整個右邊身體 彎曲的感覺 好,稍微停頓 慢慢伸直身體 將右手垂低 直至放在身旁 如果可以的話 今次輪到左邊了 將右手放在左邊的膝蓋上面 然後慢慢將左手抵起 同樣地直至指向天花板 今次慢慢將身體彎低 下去右邊 感受到現在左邊身體彎曲的感覺 稍微停頓呢 再伸直身體 然後將左手放下 然後將左手放下 好,我們完成這組的動作 靜止一陣 感受一下現在身體靜止下來 放鬆的感覺 好,現在邀請大家做另一組的動作 我們就會動一下我們的身體 首先將兩隻手在左右兩旁打開 然後彎起自己的背脊 慢慢好像想像我們身的前面有一隻球 我們慢慢抱著前面的球 拱起我們的背脊 我們現在感受著身體背脊伸展的感覺 稍微停頓 然後我們將兩隻手打開 慢慢向身旁兩邊伸展 直至我們將上身擴展 保持呼吸 好,稍微停頓之後 我們再雙雙手向前攬著球 感覺到現在背脊伸展的感覺 然後再一次打開雙手 擴展我們的上身 好,然後將雙手放下 休息一陣 靜止的時候 又感受到現在整個身體放鬆的感覺 呼吸一陣 保持呼吸 好了,現在邀請大家 我們動動一下我們的頭部和頸部 首先請大家將頭部慢慢向前垂下 好像將下巴觸碰著自己的身體 放鬆頸部 放鬆頸部 接受自己限制 不要勉強自己 要停的時候 停下來 稍微停頓之後 慢慢將頭垂直 再拉動一邊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今次將頭向後移動 倒閉上眼 慢慢把頭向後移動 慢慢把頭向後移動 不需要移動太後 稍微移動太後 稍微移動就行了 放鬆頸部 好,稍微停頓 现在把头慢慢向前面 如果可以 我们慢慢把头扭向右边 同样地接受自己身体的限制 觉得要停的时候停下来 现在感受到左边颈伸展的感觉 稍微停顿 我们又慢慢把头向前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扭向另一边 把头慢慢扭到左边 感觉要停的时候停下来 不要勉强自己 现在感受到右颈伸展的感觉 稍微停顿 慢慢把头向前面 停下之后静止一会儿 放松头部颈部 感受一下现在头颈放松的感觉 保持呼吸 好了 这个静观伸展的运动在这里结束了 动作其实是很简单的 而大家如果可以每天都花点时间去做一次 或者一两三次 是对我们身心都有帮助 除了保持身体平静 也可以增加我们身体健康 血液的循环 鼓励大家每天都做 今天我们结束了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